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俄罗斯海军现役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库兹涅佐夫号终于在今年年初成功驶离了甘船物 根据俄罗斯海军的时间表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预计将会在2024年 恢复正常的战备值班任务 不过最近美国方面又开始将这艘航母和中国扯上了关系 美国军事观察网站认为 中国在这艘俄罗斯航母的大修中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 不然这艘俄罗斯航母根本没有出海行动的机会 接下来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会是什么样的 虽然俄罗斯海军还没有全部公开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升级内容 但美媒仍然做出了相应的推测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推进系统 台式感知系统和近防火力系统都会进行相应的改进 但是安装在飞行甲板前方的反舰导弹垂发装置 很可能不会撤出 只会把原来的P700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换成告示高超音速导弹 因为自动化水平的大幅提升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舰员有望 从原来的1900人缩小到1500人左右 这将极大降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运行成本 当然这也是世界各国航母的发展方向之一 比如美国海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舰员只有4350人 而原本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则需要5050人 不过美媒认为 舰载机仍然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最大的弱点 在2016年前往叙利亚的行动中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因为逐渐失误损失了两架舰载机 让西方世界进一步看清了这座俄海军航母 而现在 无论是原本的苏33舰载机还是米格29K舰载机 不仅单机性能有限 而且缺乏体系化作战能力 所以 即使是到了2024年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真的能够再度进入俄罗斯海军的战斗序列 那么其对于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海上威胁也是十分有限的 俄罗斯为什么会请求中国帮助大修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受到了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刺激 美媒认为 如果没有中国海军辽宁舰和山东舰这两艘航母做对比 俄罗斯海军很可能会决定彻底放弃掉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但中国海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在实际使用中的卓越表现 证明了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仍然具备着相当大的升级潜力 换言之 即不是航母没有大修升级的价值 是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中国人正好有 美媒认为 中国对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大修所提供的帮助 可能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是直接派遣技术人员并提供相关设备帮助俄方对航母进行大修 但是目前俄罗斯仍然处于俄乌军事冲突之中 中国这么做的话风险太大 很容易招致不必要的制裁 所以 这种形式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种形式 则是中方直接向俄方提供1143.5型航母的相关升级改进经验 也就是1143.5型航母某些舱室 舰载设备和航空作战设备的改进升级诀窍 这种支持不仅比较隐蔽 而且也很不容易被西方发现 换言之 关于中国帮俄罗斯大修航母就是美媒单方面的猜测而已 并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来进行证明 在航母发展上 俄罗斯确实需要来自中方的支援 但不是现在 不过 如果从目前中俄两国在航空母舰方面的技术积累上来看 俄罗斯确实需要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援 比如在舰载相控阵雷达方面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完全可以参照辽宁号航母的相控阵雷达设计方案进行升级 当然 这只是一个例子 毕竟辽宁舰在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的探索 这些经验正是俄方所积蓄的 舰载机方面 俄方实际上最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的弹射行舰157核舰 35隐身舰载机能否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正常起降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俄方从中方引进这两款先进舰载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毕竟 以目前俄罗斯生产苏57隐身舰载机的情况上来看 等到俄罗斯给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配备上新一代的舰载机 尤其是新一代的隐身舰载机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至于很多人担心的泄密问题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歼35本身就有外贸型号 搞出一款外贸型的歼35隐身舰载机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在歼35隐身舰载机都能出口的情况下 像俄罗斯出口弹射型坚实武器舰载机自然也不是问题 而空警600舰载预警机卖不卖就不好说了 因为本身要和航母航空作战中心进行高频战情交流 如果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本身的船电改造不彻底 那么就算是中国愿意卖给俄海军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俄海军也不见得就能够发挥出其真实的战斗力 其实 从今天的中国空军和海军来看 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俄罗斯 至于有很多人心念念的俄罗斯产品三式发动机 也就剩这么一点 是俄罗斯军队的骄傲了 在绝大部分军事技术方面 中方相对于俄罗斯来说 都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 中国在战机的研发方面 已经全面超越俄罗斯 尤其是在舰载机的研发方面 中国的中型舰载机也即将粉末登场 公开亮相 俄方虽然有苏57战斗机 但是其实这款战斗机是一个半成品 这是俄罗斯从印度骗经费研发过来的 因为印度发现自己被骗之后 不愿意再继续投入资金 导致俄罗斯不得不将这款半成品及时入役 所以苏57战斗机的发动机虽然厉害一点 但是比起中国的歼20战机来说 完全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尤其是中方在融合了歼20战机的 隐身技术以及先进的发动机技术之后 研发出来的歼35舰载机 又将是中方武器库中的一柄利剑 纵观全球的隐身舰载机 也只有美军有一款F35战机 它有两个型号F35B和F35C 多可以在航空母舰上使用 全球第二款隐身舰载机 也就是中方的歼35舰载机了 从各方面综合的消息来看 这款舰载机已经在我们的航空母舰上进行试飞了 甚至有可能已经服役了 再来说说航空母舰 我们现在有三艘航空母舰 一艘是辽宁舰 这是一艘试验训练舰 第二艘是山东号航空母舰 这款航空母舰可以说是辽宁舰的升级版 虽然从样式上来看是复刻了辽宁舰 但是在舰岛以及雷达和自身防御方面 山东舰的战斗力已经远超辽宁舰 两者甚至都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了 而在山东舰建成之后没多久 福建舰就已经下水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方在航空母舰的建造速度上 确实比较惊人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两个 可以建造航空母舰的地方 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 这南北两大造船厂同时开舰 完全有多余的时间来建造出口型航空母舰 当然航母是国之重器 不可轻易出口给他国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 让我们必须对俄罗斯进行大力支持 只要俄罗斯能够帮我们顶住美国的压力 我们也会好过一点 这是非常现实的选项 现在压力到了普京这一边 到底俄方要不要从中方进口 像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军舰 不管是单个航空母舰 还是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我们都可以出口给俄罗斯兄弟 只是要看普京能不能拉下脸 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大哥 突然向小兄弟求过武器 这种心理是很难挪转的 但愿普京能够想得通 哪怕只买回去一艘辽宁舰 都可以让俄军的战斗力得到急速提升 让美国人不敢放肆 随着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 即将服役 俄罗斯宣布计划于2024年 开始建造三艘航母 这一消息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虽然俄罗斯失去了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 巨大海上作战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放弃了 对海上竞争格局的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俄罗斯在近年来 更加关注研制更强大的导弹 战机和核潜艇 但在面对美国这个公认的 航母海上强国时 俄罗斯在航母问题上 绝不能落后半分 因此 俄罗斯决定建造三艘航母 恢复远航巡航能力 以在美俄大国博弈中 与美军抗衡 俄罗斯军工界早有风声称 他们将于2024年 开始同时建造三艘航母 这一消息引发了不少质疑 让俄罗斯并没有 寻求中国的帮助 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完成这一任务 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可以借助中国的 龙门调减少航母建造过程中的困难 提高效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 俄罗斯在技术方面 需要依靠中国的帮助 虽然俄罗斯在失去航母后 其远洋巡航能力受损 但是其军事实力依然强大 为了提升竞争力 俄罗斯在海上作战实力方面 投入了大量精力 在未来的美俄大国博弈中 航母问题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无疑将对全球军事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俄罗斯在建造三艘航母引发了不少质疑 但是国际社会也应该看到 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实力依然强大 随着俄罗斯计划建造三艘航母 海上竞争格局生变 未来的军事格局也更加复杂和紧张 而且这一计划也表明 俄罗斯在追求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过程中 不会退缩或放弃 相反 他将继续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以更好的应对来自其他大国的挑战和压力 然而 俄罗斯在建造三艘航母的道路上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 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计划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 其次 俄罗斯的航母建造技术相对之后 需要在技术方面不断加强和提高 最后 俄罗斯还需要在建造航母的过程中 解决各种复杂的技术和工程问题 确保航母的质量和可靠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和困难 俄罗斯仍然坚定地继续推进航母计划 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 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和航母能力 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必要条件 而且 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航母能力也被视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影响力的象征 因此 俄罗斯决定建造三艘航母 不仅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 更是为了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总之 俄罗斯计划建造三艘航母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虽然这项计划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俄罗斯仍然决心坚定地推进 这表明俄罗斯在海上竞争格局中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并且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 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